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人生在世 都遇到天灾人祸 都想要躲 下大雨了 去滑雪 雪崩了 海啸来了 都想跑 谁想在那边遭遇恒难 有很多的人祸 在台北还发生过 捷运 随机杀人事件 还有人他不管认不认识 你拿个球棒站在路边 你开车过去 骑车过去 你只要被他够到了 他就给你一下 什么时候危险的事情都有 我们看到都会躲 同修学佛要精一点 要智慧 因为看到了 我们骑过去靠近一点再看 靠近一点来不及走 你看到怪怪的就要停 就要闪躲了 对不对 像这些外在的天灾人祸 你懂得去避难 下雨了 你懂得躲雨 是不是 我请问你 人世间可怕的这些天灾人祸 固然是很可怕 它最可怕的是自心的 种种的烦恼 种种的执着 你的诸欲烦恼 分别执着念起的时候 它会操控你 生生世世 是投出投没 六道轮回 你没有六道轮回 哪里来的天灾人祸 哪里来的轮回过患 有六道轮回 这些轮回的种种过患 就应运而生了 所以真正要解决的是自心的 对种种欲望攀圆 主持的 生起的贪嗔痴慢疑 种种的烦恼 天灾人祸来了 你懂得避难 诸欲烦恼起了 你如何避难 你怎么躲呢 今天告诉大家 躲在佛法中 安住戒律里 你只要躲在佛法中 安住在自己的戒律里 这些烦恼都会过去 都能调伏 都会化解 最后你就是胜利者 除非什么 舍弃善保 你自己要走出去的 你自己要破戒 违犯 那这些烦恼 生生世世跟着你 没有停止的一天 都在佛法中 安住戒律里 通通都可以过关 所以持戒 是人生不可或缺 在持戒 受戒前 下一个次第 就是忏悔 忏悔的次第呢 多生累劫 所造作的一切的罪业 一求我们身心清静 纳受戒提 跟我们听闻佛法的人 要避免断气三过一样 这气是什么 就像你是一个杯子一个容器 要来承接佛法干露 里面的水要先倒掉 对不对 第二 这个杯子不可以倒扣 倒扣就是你坐在那里 你是被人家洗脑来的 劝来的 拉来的 条件交换来 你根本不想听 耳朵好像关起来一样 第三 就算你这个水倒掉 也没有覆口 也没有倒盖着 但是你里面有毒 你在不知道以前在哪里修 清净了不如法的道场 邪师 不具格的上师 或者你在社会有很多的染拙 你好像看起来水倒掉了 也来听闻佛法 你里面有很多脏东西 有很多毒素 这样子现在把佛法干露 传授给你 就像干露倒到你的碗中 立刻又被自己染污了 你喝得下去吗 所以不可以覆口 不可以原来的水倒掉 不可以染污 断气三过要避免 在学佛的过程中 多想办法去忏悔 很多一些佛经做忏仪 还有很多忏悔的家行 都一直把这些清净净化掉 真的是非常受用 如果你在弘法的道路上 有这些对师长的违背 忤逆不恭敬 没有真心忏悔环境 你会障碍连连 一生多造逢 不忠不义不孝之徒 一个就吃不消 很多个你怎么办 是不是 你还怎么弘法立生 你看你找同修法友 一起要弘法 马上他就离弃你 说好我们要持戒 要好好修 马上他就破戒 我们不是说要做什么功德 做了一两天他就不做了 你通通遇到这个人 你怎么修得下去 是不是 那跟自己多生累结造业有关系 跟自己结的恶缘有关系 跟空行护法的惩处 因果业报都有关系 所以自己有多所违背的 一定要想办法 佛前发漏求爱忏悔 不敢复照 然后要弥补环境 弥补了 我已经讲得很白 专案处理 为什么 不要当随随便便 要处理 好 我现在开始吃个早哉 就算忏悔这件事情 没有殷重心 有没有要处理好的那种发心 都不清楚 对不对 所以我要把它当做一个专案 一样来做 好好把它做好 对自己生命负责